人是他自己的欲卒 人真的能够宣称 他应该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吗 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自由的时候 我们很难肯定 人是不是真的有自由 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 人受制于很多内在 外在的种种因缘条件之中 他要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 他受限于遵守特定的宗教原则 他必须和他生活中的社会 做道德社会条件的合作 他要迅从特定的民族 和家族的风俗传统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他有不同意这些生活的倾向 社会都希望他能够调整自己 并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一致 他受制于自然律和宇宙能 因为他都是这一切的一部分 他受限于地域性的气候 他不但要注意他的身体 和生理的要素 同时也都要决心克服自己的情绪 换句话说 他是没有自由 去自由地思考的 因为新的思考表现出来 是会抵触了或者推翻了 旧的思想和信心 同时 有些人相信 他们应该遵从上帝的意志去做事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事的 考虑到以上所有受限制的条件 我们要问 人真的能够宣称 他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吗 为什么人牢牢捆绑住自己的伤手呢 原因是 人有很多内在的不良因素 这些因素对一切的众生 是危险并且有损害的 在过去数千年来 所有的宗教都想纯服人们的态度 并教导人们 如何去过不损害一切生命的生活 但是不幸地 人仍然是不可顺赖的 人仍然是重力于 他们内在的邪恶因素 这些不正的因素 并不是由爱力的介入或者影响的 而是由人自身所创造的 假使这些邪恶的力量是人为的 这样人自己必须努力 以了解他的危险性 而来清除这些坏的因素 可时 人仍然是继续做残忍的 狡猾的 邪恶的 不慈悲的 不能信赖的 狂妄的 和充满损害的行为 假使这些所谓的人 能够完全不受限制 而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去生活的话 他将必然地侵害到无辜的人们 和和平与幸福 他们的行为 可能比有危险性 和凶狠承习的动物 还要糟糕 这个时候 宗教更显得重要 宗教是要教他们 如何过幸福的生活 和面对和平的死亡 还有另一种 障碍着宗教 和精神进步的是 种族自大 佛陀忠告他们的门徒 不要标榜自身的种族性 来到收集宗教 佛教徒被教导 来降低他们自己 原来的种族性阶级的差别性 所有宗教人士 不应该以过去 他们自身文化的生活方式 来到对待任何团体中的表现其事 他们必须平等对待任何人 当帮助 或者和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们不应该因为所谓的传统和风俗 而侵扰别人的感受 他们能够顺从任何与宗教原则 和宗教道德相协调的任何传统风俗 种族自大 是宗教和精神进展的很大障碍 佛陀有一次用海水的比喻 说明了这个事件的由来 假使人们能够抛弃他们的种族自大 纵然不同的河水 有着不同的名称 亦都可以一样流入大海 而变成海洋 同样的情形 所有的人来自于不同的社团 和不同的种族 必须不管他们的出身 而只是介绍他们自己 某个宗教导师的门徒 当他们的宗教遇到困难的时候 人们开始关心保护自己的宗教 有时他们甚至以宗教的名义而开战 只是因为有些人尚未了解到 以这种不人道的方法 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宗教 只是徒然污辱了宗教 只要人对人 是仁慈 诚实 文明 负责 而不妨害别人 这样 这个宗教 自然会获得保护 我们越以恐惧 怀疑的方法 去保护宗教 我们就越染污了宗教的纯朴 和清静 另一方面 假使人能够训练得行为文明 心胸体量 这样人就不需要外在的力量 来控制他了 政府也不需要花一大笔的金钱 拥有军队 警察 和刑事的制度了 这些金钱 可以用来做人类的福利了 虽然整个世界 每一个政府 和每一个宗教 以及各种社会 和福利工作者 都在尽其所能 减少危害社会的邪恶 和恶行 可时 几乎是每日 从世界各处 我们都听到人们 犯下了最凶险 最邪恶 和不人道的案件 我们认为这些恶行 很难决定人 是在文明地进步着 还是在堕落恶化 我们能够说 所谓的文明现代人 是比原始人更加文明吗 原始的初人 应用残忍 和有限的方法去犯罪 然而 现代人 利用科技 和秘密制造的方法 做更大幅度的犯罪 这个就是原始 未受教法的初人 和现代受了教法的人的差别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 人 为什么不能够 依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呢 人是自己监狱的欲卒 他们自己为自己 搭建了一个监狱 他们自己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监狱 我先看起来 我先看起来